杨明山年节渐走,泡汤迎春 过年嘛,总少不了吃吃喝喝,大鱼大肉 但与其闷在家里,懊悔意志力薄弱,吃得太多 不如就近找条登山步道来趟青山践行 借机消耗一点热量,也减少一些愧疚感 菜宫坑山位于杨明山国家公园内,属于大屯山系 名称听起来虽然不怎么响亮 但沿途有被视为是杨明山最原始茂密的林象 绿意浓郁,相当美丽 尤其步道由石头铺设而成,充满古朴韵味 坡渡略有起伏,全程好走,是青子集的登山路线 即使轻松缓走,也不到一小时便能登顶 登顶处有颗返金石,具有磁力,能使直北针错乱方位 山顶展望也相当不错 能看见小观音七星山与部分的北海岸景观,值得走访 临近的大屯自然公园让蔡公坑之旅更为完整 植物生态丰富之余,湖泊景致也让人感到悠闲 今年阳明山梅花应受天后影响,开得比较晚 这次造访时,王阳明同向旁的梅树才开始零星绽放 还有许多处于含苞阶段,过年时前来,会有机会看到梅花盛开的场景 当然,在泡汤时节来到阳明山一带,也就别错过能自以享受的机会 在北投这家去年新开的酒店汤屋中,游客可以沉浸在有牛奶汤之称的白黄泉里 以放松的心情迎接崭新的年度 动新闻台北报导